那么到底地震来的时候躲哪里才是最安全的呢 台大医师就指出 其实如果你躲在桌旁或是大型物体的旁边 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如果真的遇到了地震的情形 应该是要躲在坚硬物体的底下 保护好头部才是最重要的 日本三一大地震后 在网路上疯狂转载 一封叫做是生命三角的地震避难方法 也就是说当遇到地震 躲在桌子或是沙发等大型物体旁边才安全 但台大医师却有不同的看法 不应该再躲在车子里面 是躲在车子旁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初在美国其实引起很大的质疑 那后来大家都认为说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石医师表示地震最危险的伤害是头部外伤 如果躲在桌子旁边 很可能会被飞散的物品所伤 但是如果躲在坚硬的物体底下 就好像头戴安全帽 可以保护头部 避免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医师也提醒民众 记得三个地震避难的口诀 民众也要特别注意 不要轻易相信网路传言 当地震来的时候 如果时间上允许 要记得先关闭火源 然后打开门窗 再进行避难三口诀 做好最完善的避难准备 些人 带彩人 帮人